本節目內,主持人及嘉賓的言論純屬個人意見,並不代表本台立場。 以下節目含粗言為語,只適合成年人收看。 18歲以下人士,請在家長陪同下收看,敬請留意。 同星期一至五,黃昏六點到八點,不扮高深,扮求均真。 啤梨漫步,節目主持人,啤梨林匡正。 好,回來1月16日,啤梨漫步第二節。 正當上面,我看報紙,不斷取締那些黃島讀app,和黃島讀網頁。 什麼叫賭呢?譬如有些玩德州撲克那些都不行。 當然,大陸的app就不同於香港,因為大陸的電子支付是多。 做得真是好,以它的說法。 其實很多app是可以真的賭錢的。 就不同於香港,譬如我們要給錢在Google那裏,買一些籌買來賭。 可以賭,賭分,但人家那些真的可以賭錢。 所以它的app是靈活很多。 正當取締黃島讀app,也不要緊。 同一時間也推出app,但我試過上Google那裏, 就未有可能在大陸那裏才能賭到。 就有一個學習強國app。 馬上登桌。 我屌你老母,還可以組織分換禮物。 有得吃有得玩。 屌你老母,這個國家是什麼狠事? 是否真的你們真心覺得,我騙這麼多小小人呢? 其實是否很多人被你騙到呢? 你官服一下那些人, 一有什麼外國進口貨品,走去排隊。 一要拿日本美國簽證,走去排隊, 就知道其實稍為有能力。 或者我以前老友生哥哥在上面, 真是萬人斬, 懂得那麼多朋友生哥哥的女兒。 問一萬個,一萬個都不喜歡大陸。 有機會移民,一定移民。 很想走, 每個人都是這樣說的。 沒有進口貨, 都要走到別人的國家那裏搶。 這麼奇怪, 老實說,我要怎樣說呢? 這一節我們要儘量說, 都是要表達的事情, 老實說, 你連不愛國的自由都沒有, 一定要愛國的。 你不愛國, 你又將會得到一些不同的待遇。 這些, 簡直是不能夠叫自由。 宗教自由, 言論自由, 免於貴罰自由, 免於恐懼自由, 四大自由, 中國民主全部都沒有。 這是西方的所謂價值, 我們不需要說的。 但是我們現在連愛國的自由都沒有。 真是慘。 為甚麼不是, 你有自由的, 你愛國, 我沒有不愛國, 就馬上沒有自由。 我想愛國也好一點, 譬如, 學習強國apps, 我是看中華文化, 共產黨多厲害, 或者中國多厲害, 原來裡面全部不是, 只是說習近平多厲害, 吹嘘一條牛。 老實說, 為甚麼中國號巨論, 首先, 我不要說中宣部是否想靠害呢? 現在全世界最害怕就是這件事, 但是這件事不只是共產黨有的, 包括我們的父母輩很多都想中國強大, 為甚麼你是要去強大? 還有強大的意思是甚麼? 你寧願去強大, 好像現在破產的日本, 但是基本上的人是有得吃, 有得住, 而且起碼, 老實說, 可能上流很差, 吃也會自殺, 但是起碼可以自由走出來說話。 每個人都在日本, 全世界都直樹沒有子, 究竟怎樣為強大呢? 因為中國人覺得我們不強大, 沒有錢就被人欺負, 但是現在你有錢, 不是一樣, 全世界神真鬼厭你? 老實說, 阿傑伐信說過, 大家知道傑伐信是美國的開國總統之一, 應該是第三任總統, 他經常說, 意思是這樣, 自由是需要用愛國者和暴軍的血液, 來災重, 不是災重那麼簡單, 又要用他的血液來灌溉, 才有自由, 大家想清楚是要用愛國者, 即是不怕犧牲的真愛國者, 以及暴軍, 暴軍是用來借的嘛, 的鮮血, 老實說, 美國作為全世界最大的國家, 譬如像我這樣, 我也認為美國應該要槍械管制, 我自己認為, 但是你明白美國人的偉大, 偉大是甚麼, 你現在再去公投, 不要說行不行, 他都分分鐘, 他們都是反對槍械管制, 因為美國開國的涉嫌分, 就是想過, 這個是你最後捍衛家園, 捍衛家園, 不是捍衛賊那些那麼簡單, 而是捍衛暴政, 雖然這件事, 在今時今日來講, 槍枝怎麼跟政府練, 你有槍有炮都沒有用, 我可以回答, 有槍有炮都沒有用, 但是, 美國人這個是一個自由的象徵, 這個是精神, 你這裏是甚麼, 你這裏是你的政府是傻的, 我就搞傻的, 當然, 現在發展到, 原來你這裏是傻的, 你這裏是傻的, 你這裏是傻的, 你這裏是肥的, 那裏是後話了, OK, 你這裏是華為的創萬人, 我們話的風一轉, 你這裏是否接受訪問, 總之是金融時報, 和華爾街日報, 任正非就說, 其實大家有搞清楚, 由第一次開始, 華為出市, 華為本身自己都很低調, 現在都只是不斷強調自己, 沒有參與甚麼, 樂於和外國合作, 任正非這個掌陀人, 亦都離不開過, 說幾種, 不出聲, 全都會找些人去說, 但是, 深圳的家裏仍然說, 還要透過外媒, 為什麼要透過外媒, 不是說, 黨媒呢, 這些事情是要跟外面說的, 是吧, 跟外面說, 我依然愛我的祖國, 我擁護中國共產黨, 這些說話, OK, 因為你跟照受外媒, 就跟你的擁護共產黨, 中共批准一些外媒來訪問你, 當然要求你說某些說話, 當然, 但我絕對不會做任何有損, 世上任何國家的事情, 你不會做的, 你家公司, 你家公司背後的共產黨, 解放軍會做的, 現在很掛著女兒等等, 這些當然是動之異情, 那他不飛去加拿大? 他能飛去加拿大嗎? 我真的未必覺得他會飛去加拿大, 所以他能飛去加拿大, 怕被人抓嗎? 他不是的, 他那些子侄孫, 如果他飛去加拿大, 想要我做毒灰, 把中共灰都可以, 那些中共衣服想飛去加拿大, 你真的想做郭文貴? 但是你的子侄孫兒孫, 這麼多人, 你會理會嗎? 問我一句, 你說你愛國愛黨, 我們自己生活在香港, 我們沒有這個情懷, 我也覺得, 你要愛國要大中華交, 是沒有問題的, 但是你怎麼會愛黨, 怎麼會把黨等同中國呢? 我已經說了這些, 陳康濫到極了, 老實說, 國籍不值得愛, 即使不是在共產黨黨字體下, 我都覺得很有相確, 即使現在是一個民主自由的社會, 即使我一貫一貫一貫, 即使六、七年以來做節目都這麼說, 就算一個民主自由, 比美國更加強大的中國, 我是要不愛國, 你也不能逼我愛國的, 只要你一逼我愛, 我就偏偏不愛, 美國都很想多人, 最反美國的人就是美國的, 你有沒有像美國的狀態, 還要吵架, 每天都在吵架自己的國家, 這麼奇怪的, 但是, 你不愛國, 你是不是賣國, 其實是有明文的法例的, 譬如你去買國做間諜, 你抓夠你, 你不能逼人來愛國, 就算你逼人來愛國, 你想想, 人家是否真心愛呢, 等於國旗法, 國歌法, 你也不是多人, 我看回美國的國歌法, 原來你藐視的國歌, 是沒有受法的, 不是犯法的, 原來你沒有抓過人, 尤其是非洲人, 都不唱國歌, 都沒有抓過人, 他連法例都沒有, 為什麼呢, 其實很簡單, 最高法院的法官判我, 這個很簡單, 是一個言論自由的表達得準, 就是表達他的言論, 思想自由, 這個是憲法裏面, 你想想, 硬性, 你不是比憲法的, OK, 白華, 我不會說他太多心評, 今天是老作家, 我也沒有看過他的書, 當然他是出名, 最出名的, 就是《苦戀》裏面, 其中一句, 就是你愛祖國, 祖國愛你媽, 這句當然, 也有異曲同工之妙, 和金乃迪, JFG講, 有受盡文革的傷害, 誰知道八十年代, 小弟人都要好愛國, 那些子女就問, 你受到黨去對理, 到現在都沒有為你平反, 你就叫我們愛國貢獻他國家, 然後他問他父親, 你愛祖國,祖國愛你媽, 就是這樣, 當然, 這個也是白話自己, 即是側捨了這件事, 即是說那些人麻木, 愛國愛黨, 當然, 他自己本身的前半生, 他也是一個共產黨, 甚至是出去打個仗, 但是, 根據資料, 其實他在反日運動的時候, 已經醒覺了, 所以你說一直不醒覺, 那些算是甚麼人, 你說到六四才醒覺, 其實雖然我們都要拍下手掌, 但是很多時候, 在不醒覺的過程之中, 是不是真的這麼相信, 還是因為自己個人利益, 因為未燒到自己的一疊, 還是純粹為了做生意呢, 無論如何, 我覺得這樣, 我近日有個想法, 其實共產黨, 往往極權國家, 就是做些事情, 來撿起石頭, 自己腳, 其實我想, 其中一樣, 他們最不能夠開放, 在這個中美貿易戰裏, 例如說, 就是開放互聯網, 很多人說, 開放互聯網, 有人知道這些事情, 就會出事, 其實我覺得真的未必, 其實你只要繼續有飯吃, 經濟搞好, 就算知道, 那些人是明知, 都仍然是支持的, 我覺得華人, 就是中國人可能是這樣, 你以為現在, 你放那麼多人出去, 最沒有影響力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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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說了, 你放那麼多人出去, 別人都看到很多東西, 你仍然回來, 仍然會繼續跟我們爭吵, 仍然會吵咎我們, 仍然是, 好像我們在上水, 做過上水論壇, 當年2012年的時候, 我們在那裡吵咎指南人, 回大陸的時候, 有些中國學生, 真是過來咎咎咎咎咎, 當然我不知你那些在哪裡, 你們說中國共產黨, 什麼也行, 把你們打離也不靠注意到中國, 很堅決, 即是等於一些流動之類, 你可以說什麼都可以, 但是你可以不可以說華叔, 你可以說司徒, 那一樣 你可知道什麼話, 第一, 司徒是一個全家產, 一個共產黨的嫌棄那些小孩, 是全家產, 大家不可以黃把臉出來, 人格卑下, 最後人生之中, 最後我不為他, 他要搞政治不要緊 他是獨裁獨斷的都不要緊 但是最後他拔五區公堂後腿 是最後的政治行為 就是一個含家產 一個吹毀香港的民主主情 所謂誠勢爭取民主的人 你說他之前很純白共產黨 想入共產黨 我當孫蘇 因為香港之後你真的爭取民主運動 作為一個左派 比較照人阻的人 但是在最關鍵的時刻 吵你老母是歸隊 吵你老母是 還有什麼嘴唸 然後吵你老母是怎麼賣你 被人吵你的時候 不肯跟別人談 吵咎大家找一段影片 我在人群當中不斷吵他老母 然後到了今時今日 吵你老母 當然他當時死亡了 民主黨還準備找他的屍 還準備找他的屍 到處盡頭 吵你老母還當是一個什麼資產 是一個人格悲下的死路 鬼混蛋 所以長毛 我不知道有沒有道歉 他當然是硬正生雙腦 吵你老母 好像沒有 長毛都沒有道歉 吵到生花柳 花柳蟲 吵你老母 最後那一剎 大家聽著 大家看視節目 你泛民那些人 吵你了 為什麼不能吵他 快點做 應該做 馬上做 然後最後他不能想 因為他信不過黃毓民的人格 做錯了破壞香港民主的事 還有 五區公投 是你司徒說第一個脫台出線 吵你老母 你還有 你說你怕你信不過黃毓民 那你民主黨派五個人去 那時候也說沒問題的 是呀 沒問題的 吵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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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